大家好,我是阿伦,欢迎来到Scribe的学习课堂 这次各位大家讲解的内容是抓取技巧一,多极页面的抓取 首先看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 今天的主要内容,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项目 咱们将从项目的角度去对这个Scribe工程进行介绍 首先是需求分析,然后是项目实施 接着是代码解读,最后是总结 需求分析 先看目标网站 咱们这次所抓取的目标网站为天猫商城 所抓取的内容是天猫商城中销量前六次的商品情况 包括商品的价格,商品的名称,商品的链接 以及商品所谓的店铺的情况 店铺名称,店铺UIL,公司名称,公司地址 确定完抓取的内容之后 然后是确定我们要以怎样的方式去存储这些数据 在这里,领导的要求是存储成Excel表格 便于它的查看 第二部分,项目实施 项目实施,顾名思义也就是说 当你获得这样一个任务之后 你怎么样去实现这个项目 很显然,你肯定要去到天猫商城上 去搜索某一个你想要的商品品类 比如说女装 当你搜索之后会产生一些搜索结果 然后去观察搜索结果页所在的页面是什么样的 以及页面上的数据怎么样抓取,标签有什么特点 当分析完这些之后 然后就是使用Scribe去实现你刚才所得到的解决问题的这些步骤 然后就是编写代码去实现你的这个项目 对具体的怎么分析这页面有什么特点 咱们可以在代码解读中进行详细的查看 首先是item的编写 item的编写 你要规定我从这个网站中要获得哪些数据项 直接打开item文件 所获得哪些数据项 在需求分析中咱们已经分析过 商品价格 商品名称 商品链接 店铺名称 店铺链接 公司名称 公司地址 然后是spider的编写 spider的编写 这里进行详细的介绍 第一行去声明原代码的一个编码 第二行去引入scribe包 第三行去引入topgooseat 紧接着下面是定一个类 这个类继承了scribe的spider 然后是它的三个属性 name allowdominist starturl 咱们看一下这个starturl 对它有一个直观的介绍 现在页面已经打开 我们可以看到 用女装关键字进行搜索的时候 它搜索出来了这么多的结果 由于我们想要的是前六十的一个情况 因为现在它是按销量排去的 也就是说我要得到销量最多的前六十件衣服 以及这前六十件衣服相关的店铺的信息 在查看你所要抓取内容的时候 大家可以使用filebug工具 它是一个非常好用的 可以帮助你查看元素标签特点的一个工具 使用方法当你安装完之后 点击右键 使用filebug查看元素 它就会列出来 你这个元素所在的标签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 紧接着是对你的搜索结果页进行处理 首先是获得每一件衣服所在的一个DIV 它使用的是XPath过滤器 这里写出来了它的一个XPath路径 使用了ID属性去过滤 使用了class属性去过滤 获取完之后 对所获取的结果 首先进行一个判断 看是否有结果 如果没有获取到结果的话 记录日志 也就是说列表页出现错误 并把它的URL记录下来 否则的话 就去对所获得的每一个商品进行解析 从这个页面上咱们可以看到它有价格 有链接 咱们可以获得它的价格名称链接 这个具体的XPath的写法 大家可以通过Filebug工具去查看 如果你们对XPath还不熟悉的话 请去百度XPath的一个用法 下面是获取商品的名称 道理是一样的 然后是获取商品的链接 获取商品链接的时候 由于它的链接为相对地址 首先要获得它的这个相对地址的这个链接 然后对相对地址这个链接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为了增加代码的乳光性 首先去判断这个链接中是否包含HTTP这个字符串 如果包含的话 就去原字符串不动 否则的话就把它的前面加上HTTP冒号 然后去生成一个新的request 并要的去换回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request中 和咱们平时用的不太一样 除了这个URL参数之外 它多了一个META参数 META它现在是一个字典 字典里面有一个项目 ITEM 这个ITEM也就是说这里定义的这个ITEM 而且ITEM中已经有了这三项值 然后这个request它的callback函数 为postdetail 下面的这个函数 当进入到postdetail中之后 这个商品所代表的这个页面 进入到这个页面之后 咱们要从这个页面上去获得 这个商品的所在店铺的一些信息 首先是去获得咱们所要抓取信息所在的这个URL标签 然后判断咱们想要的这个信息在页面上是否存在 如果不存在的话 记录日资信息 然后是从response中去接收 从上一个解析含号中所传递过来的这个数据 这个地方请大家留意 咱们是怎么样传递 怎么样去接收的 接收完之后继续对ITEM中的数据进行填充 去获取店铺名称 店铺链接 公司名称 公司地址 当填充完ITEM之后 其使用URL缓回这个ITEM 对于缓回的这个ITEM 我们并没有要求把它存储到数据铺当中 而是把它存在了Excel当中 下面我们可以去执行一下 查看一下它的结果 习惯的 首先使用scribe list 去查看有哪些帕虫 顺便的去检查 你的代码中是否有错误产生 可以看到没有错误产生 有一个帕虫叫tm-goose 现在去执行 由于咱们要把所产生的结果存储到Excel当中 首先要把它存储到CSV当中 然后再用Excel打开把它存储成Excel 因为在scribe list中 它没有内置直接存储成Excel 咱们采用了一个区限救国的方式 咱们采用了一个区限救国的方式 名字比如说叫result.csv 执行 执行过程中所产生的日誌 我们记录在scribe.log当中 所产生的结果 result.csv 由于存储数据的时候 采用的是Unical的编码 所以当直接打开这个result的时候 会产生一个乱码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到产生了一些 咱们无法辨认的乱码 这是由于编码格式不对 在Windows下面 它使用的是ANSI编码 所以首先要把这个数据转成NSI编码 转换的方法就是 把这个文件用 把这个文件用NodePi的++打开 然后选择格式 转换为NSI编码格式 转换之后 另称为 转换完格式之后 也就是说这个result.csv 再使用一个cell去打开 可以看到此时的乱码 已经不再出现 然后另称为 这个地方所产生的结果为result.xls 也就是说咱们最终的结果 再次打开验证结果 可以发现结果是正确的 产生的确实是60条数据 任务完成 你现在可以把这个结果交给你的领导 刚才在讲解的过程中 咱没有提到这个settings设置 但是在运行的过程中 大家可以发现它已经产生了日制文件 这里再具体的看一下settings中 都设置了哪些东西 log file 日制文件的名称 上面的这些是自动产生的 对这个项目进行一个总结 对大家的要求是 一定要掌握 在Spider的不同的解析函数中 怎么样去传递数据 这种情况的应用场景就是 当你去获得数据的时候 你要获得这些数据 它不在一个页面上产生 而是在这个页面上有一部分 在那个页面上有一部分 而且在两个页面之间 有一个先后的关系 或者说有一个URL的链接关系 此时就可以采用这种方法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